寻找街头巷尾中的故事 探索最纯正的历史记忆 大家好我是小萌 今天我们来到了天津杨有青 十六街的东御法古老会的现场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组织呢 是因为前几期啊 我拍了一个视频 介绍呢 雨舞约塔还有雨舞约 一些生平的事迹 之后呢 有网友小诚哥私信我呢 说我所了解的一些 只是网上搜了一些基本知识 还有很多历史严格的一些 古老的事情和知识 他能够介绍我 去了解去认识 所以今天我就来了 去认识这群可爱的人 首先我们先听听 小诚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老会的一些历史的 严格的事情 小诚哥是我们这个 东御法古老会的会长 参会参会 参会参会也是会长 是吧 我想问您就是咱这个老会 它成立于什么时候 东御法古的 产生于青青龙重气 大约在1755年 是谁组建的 由于成功于武业组建的 就是他一直是在咱十六届 对 十六届本村的村民吧 咱现在的会里 大概有多少人呢 现在大概有 回翠回桥的吧 有二十几位吧 我看咱那介绍 好像在鼎盛时期 应该是百人壮观的队伍 这种老会 一千初会 八几年初会 都是可以说是圈翠 都去赏家会里边帮忙去 那您认识到底 还希望把他翻过 吸纳更多人去了解他 去传承他 您还跟我介绍了 鱼无业塔的一些小的意识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鱼无业这个塔吧 因为咱们 咱们 这个塔为什么要坐落在这个街上 对 为什么建在这个位置 这个塔呢 就是从这个对我们这边来 就是从这钢柱 钢柱敲这边 往一栋走 他想一个蛇行 蛇行 这个岛 给那做了一个这个 就是鱼无业给他修个一个塔 就 压在这个蛇的中间 想一个蛇行 就把这个蛇折下 载进来的 其实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 这个中午十二殿的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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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鱼无业遮阳 那个墓 鱼无业 遮阳 对 这个 可以说在我们洋流庆来说吧 鱼无业是德高万中的 一方的老神仙 对对对 保留我们平平安安 顺顺顺利 对对对 您责任重大 需要继续发扬广大 谢谢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会里边的一个 可以说是长老级的人物 安排 让我们跟安排聊一聊 安排跟这个会里边一些 小小他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安排您是哪年加入了这个会 大概是在两年 大概八十年吧 那时候您 七八十年 还是个孩子 对对对对 那时候怎么就加入了这么一个组织品 我去 没有事干 房车也好 先走也没事干了 早上中午八公那儿开门了 学了 好 简简点跟着慢慢学吧 那么就学了点了 我知道 我了解了一下 好像我们在这个会里边 每一个人拿的这个 所谓法器也好 工具也好 它是不相同的 对吧 不同的 您用的是什么乐器啊 这个跟那个博士有什么区别呢 这相互的吧 博跟当时相互的 这种打击出来的一种乐器 都是一种打击的 相互应称的 对 您学了多长时间 然后会的呢 也得有个三四两个当时 哦 因为我去学习的老爷们在那儿跳 你自己在那儿听 你学了 背起来他们所跳的几个内容 再跟着老爷们慢慢跳 慢慢跳时间长一点 熟悉了您好点 就是一带一带的船帮带 就是老人们船 就跟您现在又带新的人 所以这个组织才会长青 是不是 都得是一带一带的转向 只不过现在 我们可以补成图子 然后更方便一些 更方便一些 对吧 好 谢谢您 谢谢 最后给大家表演发布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有喜欢的朋友们 来到我们会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